音樂 好同學經過剛剛老師講 我們為什麼要定斜率 怎麼樣把斜率給它做量化 那麼斜率其實是用來形容一個直線它的傾斜程度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些大學學測考過的例子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它說在SY平面上設M1 M2 M3 M4 它分別表示L1 L2 L3 L4 這四個直線的斜率 這也是一個關鍵字 那麼想到斜率我們就開始有一個概念對不對 它就是X2-X1分之Y2-Y1 利用這個量化來描述直線的傾斜程度 所以它問你以下何者正確 A M1 M2 M3 M4 這個選項A B C D 可以看得出來我們就是在判斷 M1 M2 M3 M4 它們之間的大小關係囉 那麼接下來同學來看一下老師 老師呢這樣講好了 來我們來先看L1跟L2 L1跟L2這兩條線 我要去看它的斜率 好我可以這樣說 來我這裡畫一下喔 我說乾脆以這個點為開始好了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講過說 我向右移一單位對不對 看它這個垂直是多少的量啊 所以你看喔 L1它的量垂直量就是這麼短 那L2它的量就是這麼長 而且啊 L1跟L2它都是向右移一單位 然後呢往上嘛 可見得 可見得 L2的斜率一定比L1的斜率要大嘛 而且它們都是正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知道了 L2呢它的斜率一定大於L1 而且呢它還是正的 好接下來呢 我們再繼續看下面 下面的L3跟L4同離可推喔 L3跟L4它的斜率是負的 為什麼呢 好老師來做這樣的說明 你看L3跟L4喔 我如果以這個點開始 那L3跟L4有一個特色 是我向左移一單位 向上移多少的量呢 可以觀察出來喔 我們是向左移 那個是負囉 向上 所以分子是正 所以你看喔 這個L4它的分母是負1 我們說向左移嘛 一單位 那向上 所以L4向上這麼短 可是L3呢 向上這麼長 可見得 L4的斜率一定比L3要大 但是它們都是比0小的 好舉個例子 好比說它是負的1分之 好比說0.5 那也許L3是負的1分之2 那當然呢 這樣子它M4一定大於M3 而且它們是小於0的喔 OK 繼續囉 再來我們知道的這一些 M1 M2 M3 M4的正負 還有它們之間的大小以後 我們把它統整在一起 好 所以我們就知道喔 最後的結果是M2 比M1大 那當然這兩個是正的 那這兩個是負的 大於M4大於M3 那麼這樣子我們就把大學學測這一題 解出來了 它答案是選C 那這個是第一個例子 好 第二個例子 也是大學學測考過的 這個學測它常常在考你一些觀念 考你一些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定義 這種題目常常出現喔 邪律在學測上出現了好幾好幾次 好再來再舉一個問題 你看喔 一樣的道理 L1 L2 L3 L4 那麼我們要比較它們之間的邪律 那是不是跟剛剛是一樣啊 只是它的傾斜程度有所不同嘛 好OK 那我們就接下來看喔 那我們知道 從剛剛老師的討論 往右移一單位 向上移 那這樣子的邪律是正的 所以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我說啊 向右上方上升的直線邪律 它是正的喔 對不對 那可見得喔 向右下方下降 直線邪律是負的 老師比一下好了 如果是這樣 向右上方上升 這樣的邪律是正的 這樣的邪律是正的 反過來 向右下方下降 這樣的邪律 那它就是負的 可見得 水平線 它的邪律 是0 千直線 根據老師剛剛討論 它沒有邪律 因為我們說分母不能為0喔 好 那麼 這樣子我們就很明顯可以看出來怎麼樣呢 我們很明顯知道說 喔 你看喔 L2一定把 它的邪律一定大於L1 它的邪律 那他們都大於0 對不對 那當然 M3 M4呢 知道M3 比較大 M4 比較小 它們兩個都是負的 OK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選答案 答案是1 所以當同學你知道了這個概念以後 以後再遇到這樣的大學學測試題以後 是不是就非常快可以得到答案了呢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 欸 這個是一個 欸 常常見的題目 我們常常會用到大考的一個例子當中 它的一個小概念 那麼我們來判斷 A B C 3點是否貢獻 欸 老師要說明一下 什麼叫做貢獻 好 所謂的貢獻是說 欸 你看老師這個指揮棒 所謂的貢獻 它是說 這3點 它同樣會在這一條直線上啊 欸 所以這個叫貢獻 那我們怎麼去判斷它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好 我們怎麼做 我們可以這樣說 AB的邪律先算出來對不對 AB的邪律呢 那它就是 AX座標X分之Y座標X 它算出來是負的5分之2 OK 好 繼續囉 我們來算BC的邪律 BC的邪律 當然它也是這個26-2分之負3-7 也是一樣 它是AX座標X分之Y座標X 這兩個值算出來是什麼概念 同學想想 這兩個值算出來喔 你看 它們都有經過B AB的邪律跟BC的邪律是不同的 那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 欸 你看 它好比說 我的這個指揮棒 這個點是B好了 這裡是B好了 那所以AB的邪律它也許在這邊 然後BC的邪律也許另外一個 所以它有沒有貢獻 沒有嘛 因為他們邪律不相同 它有一個轉折了嘛 你看 它的值是不相同的耶 所以我說 因為邪律不同 所以呢 它是不貢獻的 同學 經過老師剛剛上面三個例子 前面兩題是大學學測試題 那最後一題呢 是一個觀念性的問題 它常常應用在其他的試題當中 來老師做個統整喔 第一個 第一個統整是說 剛剛老師說 如果有一條直線 你可以從一個點 向右上出發 那它的邪律是正的 它大於0 如果直線 從它一個點 任意一點 向左上出發 那麼這樣的邪律 是小於0的 那至於 如果是水平線 那這樣的邪律等於0 當然呢 如果是垂直線 它的邪律是不存在的 那麼到了後面呢 我們更可以這樣說喔 我說你看 老師用這個指揮棒比一下 這個邪律是0 慢慢的邪律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這個都是正的 然後一直到了千值 沒有邪律 然後呢 往左邊一點點 開始是負的 然後慢慢的呢 雖然它是負的 可是還是負的越來越大 負的越來越大 一直到0 那持續下去 那剛剛這個是第一個小結論 第二個小結論 我怎麼判斷 這三點是貢獻的呢 這三點貢獻呢 就如同剛剛老師所說的 我們只要計算 A B C 這三點如果它的邪律 A B 等於 B C 那麼我就可以說啊 這三點是貢獻的 以上兩個結論 請同學特別記好喔